各位海维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节茶社新闻 我是胡欣平 新闻的开始是一连串海维的侨胞 庆祝中华民国102岁的双十国庆 首先看到是旧金山的侨协舰呢 在华铺执行的盛大的升旗典礼 还有游行 超过了1500个人参与 侨委会的副委员长吕元荣 抵达了湾区参加了游行 他特别感谢侨胞支持中华民国 为庆典的活动尽心尽力 陆军官校北加州校演会 首持国旗进场 这场在旧金山华部举行的 庆祝中华民国102年双十国庆 升旗季游行热闹登场 侨胞们拿着中华民国国旗 跟着音乐一起勾唱中华民国国歌 而中华民国国旗 也在国旗歌中缓缓升旗 让在场的侨胞相当感动 乔委会副委员长吕元荣 一抵达湾区 就积极参与各乔社的国庆活动 他也特别以广东话致辞 中华民国102年双十国庆 本人有机会 甚至来到金山大宝 来参加今天 四大浪重的星期典礼 甚至来建设 我们海外华卓 外扶中华民国 支持国富 孙中坚先生 理想的星期典礼 心里面 感到非常感动 旧金山传统桥社 七大总会馆之一的 和和总会馆主席 于席文 担任典礼的共同主席 驻旧金山办事处长傅政纲 也应邀出席 感谢各桥社的辛苦协办 今天的天际 就像我们十月的阳光 我们大家一起 站在国库头像前 一起庆祝中华民国 102年双十国庆的 升级典礼 非常谢谢 我们主带单位 于席文 吴席 还有其他几位共同 吴席 还有我们金山官区 所有桥界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在这边 共同庆祝 今年游行的队伍包括 美国加州排舞协会 黄埔与荣光会员 北与女仪队 旧金山童子军第十二团 华美童子军四百六十八团 复联会 北加州中国大专校友会联合会 以及中文学校联合会等 很高兴的到旧金山 中国城来参加我们 中华民国一百零二年 双十国庆身体典礼及游行 今天所有侨胞都非常的热烈 我们今天有超过一千五百个人 到中国城来参加身体典礼跟游行 筹备会共同主席及贵宾 上台合唱爱国歌曲 今年参与的队伍身是庞大 站在两旁的民众 不仅观看游行 也将爱国情绪带到最高点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初 美国旧金山采访报导